18號一早8點多 前立委嚴寬恆現身中選會 在助理陪同下登記參選 加油 我弟要選7A 選在倒數第二天正式登記 嚴寬恆說一切按照原定計畫再走 對手空戰打得胸 他清算火線回應 面對於整個政黨 執政黨 一個大軍壓境 然後對於海線屯區 所有鄉親的指責 這一場選舉我能夠倚靠的 以及我們的團隊 就是我們海線屯區所有的鄉親 他不能在人家檢視他的時候 出來講這樣子的說法 說這個叫做什麼執政黨大軍壓境 執政黨其實下來 我們都沒有能力可以打電話 叫媒體做什麼事情 有別於投號對手林靜儀 整個團隊陪同參選 嚴寬恆獨自前往 他說不想麻煩其他人 解鎖新任務 選舉不應該交給賭盤 是要交給海線屯區的鄉親 什麼賭誰贏或什麼 他其實都是一個不正確的事情 他其實會造成我們所謂 正常的民主抉擇的干預 這是不對的 近期最活熱的話題 就是周遇寇爆料房產問題 以及嚴寬恆住哪 鏡頭前他再次喊話 請他自己查證清楚 做不實的指控 就是爆料大烏龍 會造成選民這樣子 一個很嚴重的誤解 所以對於這種不實的說法 希望他們負起責任 嚴寬恆強調批評指證他都接受 但不實指控他嚴正駁斥 不排除採取法律途徑 選戰順不到兩個月 藍綠兩邊炮火 越演越烈 面對中二選區這席 兩黨都有不能輸的壓力 TVBS新聞 我們要去接受